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下什么叫屈得就屈 以前的西媒和反华媒体经常说 中国令到很多国家有债务陷阱 现在他们说的东西不同 中国是自己都有债务陷阱 以前就说乱借钱给人家 现在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 其实中国都是有些地方的债务 有些地方叫他们还钱是还不到的 最搞笑的是纽约时报就说 中国已经向150个发展中国家 提供近1万亿的贷款 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肯 免除那些收支难以平衡国家欠下的巨债 我撑你 借钱出来 中国一定要帮他们免除债的 这样不是借钱 这是送钱 是宽赠的 地方政府和他下属的 外资机构和房地产企业 欠下了几万亿的债 耶伦访华期间的主要 议题就是说服中国加强合作 以解决低收入国家面临不断 演变的债务危机 但是中国各有银行 他们就不愿意 在境外面临 数额 带得多的这个贷款损失 啊 这样也不对 你说什么呀 就是他说 不是正常人都不愿意是损失的 那当然中国有时候 真的没办法 这些阿非拉美借道 都是要借的 对于接受外国 贷款损失 对于接受外国贷款损失 他们就说中国现在态度很谨慎 以前 就说人家乱差的借 现在就说很谨慎 是傻弊的 以前说人家 就说什么 新殖民主义 继续通过借钱 是不是 那么现在呢 你就说为什么你这样的 喂 借钱出来你应该免债的 有没有搞错你为什么不免债 哦原来你借了一万亿出来 哎呀为什么你不愿意 是向那些收支 难以平衡国家 是免去他们 这个纽约时报都写明是巨额债务 哦就是巨额债务 一定是人家免的 那当然了 那他们就说 中国和大多数国家 不同之处就是债务相对 它的经济规模的累积 速度是快的 那么相对美国呢 那么 甚至 负债累累的日本 的债务增长速度 都要比中国慢一些 当然了我不知道数据是哪里 中国的债务急剧增加 令到它的管理债务变得困难 自从15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其实中国的债务 相对它的经济规模已经增加了 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相对于它 国内的债务而言 是规模少的 占 中国 年经济产出的比例是不到6%的 但是 这些债款 这些贷款 在政治上 特别敏感的 虽然受到严格的审查 但是 你看到 银行 亦都是 是 很搞笑 他就说银行 是将 钱借给国内贫困的国家 和地区 而不是外国 为什么现在不借给其他国家 那没有就借少一点 其实我是不明白 本来是常识的 为什么 一说到 中国的时候 你就好像反了理智 第一个反理智 你都会说他借了一万亿出去 其实 是不是 借钱一定要全部免除人家 我想问 视乎情况 中国之前已经免了很多人债 他说到一定要 现在 他们也说 现在他们借给国内的人 国外不免除 每个国家都为自己 民众着想 如果 你之前就说 只是借给外国人 不借给国内 你就说要面子 现在就说要面子 为什么你不帮助外国人呢 怎么都可以说 怎么都可以说 变除债务 你说是洗白 他也说 所以 之前这些 贷款 巨额损失 在中国 将会 非常不得人心 那你都会说 非常不得人心 借少点出去 撑你呀 总有得说 真心说 一定有得说 他这样的 礼环节曲的概念 怎样都说得到 借又不是 不借又不是 他们说债务问题 已经令到中国银行 难以 接受 向低收入国家 再次贷款 是的 有什么问题 这是正常的 很多国家 好像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 苏利兰 眼底下 都有相当大的经济困难 但中国 已经是不容易借钱给他们 是的 这个是现实 没有的话 不是应该以本国的民众 先搞好吗 当然 中国很困难的时候 也有向阿非拉美的 国家借钱出来 他们就说 世界上 近三分之二的 发展中经济体 是依赖大宗商品出口 世界银行 4月就预测 今年大宗商品的价格 将会比去年 跌21% 但是4月份的时候 不代表现在 另外 他就说 一零年时候 中国海外 贷款组合当中 只有5% 是用在 支持 陷入 困境的借款国 但是 他们就说 现在已经有六成 那 那不就是大了 就是多了 那些 贷款 支持陷入困境的借款国 其实有什么问题 又不行 又要留又要写 我真的不明白 当然 这个纽约时报 在这个纽约时报的基础上 这个事由时报更夸张 现在他不是说 大陆害到人家的债务陷阱 他说 中国自己 他原题 照读 就是中国 陷 债务危机 大衰折 泰国 中国 你债务危机 妥随家 我撑你 是谁欠中国钱 是谁欠中国钱 妥随家 不是应该倒回来说 这些国家不肯还钱 或者没有能力还钱 令中国陷入债务危机 是妥随了中国才对 中国没这么说 没这么说 如果逻辑上 应该这么说 合理点 他倒回来说 他说 他意思是中国 有债务危机 搞到借款国 自己越来越坏 老实说 我是看不明白 逻辑家 他们 就这么说 就说 现在 中国 自身难保 导致斯利兰卡 巴基斯坦 很搞笑 他说中国现在 自身难保 导致斯利兰卡 巴基斯坦 和苏利兰 陷入经济困境 但不是应该那些国家 不还钱 搞到中国有这个债务危机 应该倒回来说 他是倒回来说 就是同邏輯上 所以 如果要协助这些 经济困顿国家 摆脱债务负担 必须先解决中国内部的债务危机 摆脱举债息的政府 的这个建案 建案就是这个基建 和巨额的国安支出 我想问一下 国安支出 其实他的意思是 你不要搞那么多国防东西 因为你害怕他 台湾 他说引述《楼梁时报》 但他看完通篇 是没有写的 喂 潜建了自己的东西 进去 垃圾 就转为以消费支出 和服务为基础经济 他就说 现在 说到理所当然 中国 中国始终不愿意取消 那些欠款国家的巨债 顶你了 这个原话来的 始终不愿意取消 这色 国家即欠的巨债 你都会说巨债 怎么取消 部份原因是因为 中国 国内也陷入了 地方和金融机构 还有 房地产开发商的 债务危机 即是说 如果这些地方没问题 你和我全部取消债 喂 为什么这样 借钱给人是不用还 为什么叫债不是叫捐款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什么论术 顶你 就是不知所谓 不知所谓 这个是他原题目来的 大家事由时报自己查 中国 是 陷债务危机 大需借款国 不是借款国 是还不了钱 搞到中国是有债务危机 当然是这些倒回来说 对 他们是这样 他们就说 说服中国 更为配合解决 穷国债务 就是耶伦的 今次访华的议题 但是接受海外贷款损失来说 现在面临着国内更大 贷款损失的中国银行体系 现在态度很审慎 这个又有什么错 他有损失是不是要审慎 顶你 当然 他们 亦都说 现在中国内部债务 是 始于 本来就面临 超建 和跌更 和停滞 和制销等 问题 不动产开发 业 是爆发债务 对内亦都要常还 银行巨债 难道不用还 地方政府多年 靠出售各有 人家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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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谋财 取财 不是就地取财 取财 是银子的财 对内产 对内产 当然他们就说 现在中国 那么惨 那么衰 所以 他们就不肯免债 不肯免债是基本的 其实也是那句 是免给你 就是这个情意 不免给你 亦都没有任何 法理上的不对 是吗 当然 他们就说到 这些 你怎么这样 不免给别人 以前不是很糊号吗 其实一直都是你们说中国很好 我说真的 所以 就是 倒回来说 这个世界 当然你说现在 中国有损失 肯定有 我们都说过 为什么那么多国家 肯仍和中国合作 难听说这些都是猪头骨 但是 这个就是 这个 risk 就是 风险 风险 如果 所以为什么 他肯定说 美国不肯借那么多债 当然他当然评估过 难听说 中国也是没办法的 因为 有风险地方 如果不是 你怎么 你经常说 中国得到那么多利资源 之前前期是不是有虚钱 那肯定有 那些你看不到 那些你不说 那些就是债务陷阱 要么就说受贵 要么就说贪污受贵 但是 我 这些国家说句老实话 我不相信你西方以前没做过这些 是吧 当然你可以说 人家敢做 我们一样不可以这样做 OK 那么就这么说 那你不做就不做 要么就大家公平竞争 是吧 那你除了找一些西媒 找一些这样的媒体去抹黑之外 还懂什么 请问 证明了 真的什么都做不到 到时媒体说 你就是和这些独裁主义国家合作 但是 有些国家发现了什么 你不要去 千万不要去 不要去 波利维亚 顶你 是吧 如果有些什么国家发现了 一些西方很需要的 很急需的材料 原材料 他们就 撲过去 撲过去之后 为什么中国这么早插旗 因为之前付出了很多 是有产水的 大佬 这个就是 一个 叫做风险 和回报 是吧 他现在的回报是用了很多很多 之前累积下来 难听说 那些 真是扔了很多钱出来 是吧 但是你们就除了是会说 哎呀 你们这样不行的 为什么和中国合作呢 还有 你们经常说 哎 你有鬼死那么高 设到标准 我和你合作 你要怎么样 你搞好那些什么权什么权的 但是人家就是 想做好合作这些事 不行的 我们很讲人权的 我们很讲什么很讲密的 很讲选举制度 很讲民主的 那你就不要了 就这么简单 当然你可以坚持你的动势 是的 你真的可以坚持 但是你就不要这么坏格 别人拿到的时候你就写坏人 别人有付出 就好像 中国大陆 他用了几十年时间 设计了这一套 这样的世界工厂出来 有没有付出 环境 民众的健康 喂 这些东西 你们说 哇 他排放这么多 这些炭 帮谁生产的 你们有没有用 一样都没有用吗 那当然不是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再见